反手拧拉现在也是当年乒乓球最流行的一种接爬球的方式 这个技术动作其实是跟反手下旋拉 我觉得技术动作是非常相像的 如果我们在练反手拧拉的前提 一定要做好有反手下旋拉的基础 我们在做反手下旋拉的时候 这个动作我们肯定是摩擦 包括我们最后接触球的一下板头往前 我们在做反手台内拧拉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的只要是接发球的这个环节 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判断 判断是第一位 那我们先要判断球的长短 包括对方发球接触球的时间 那我们在判断以后 我们其实是要做一个前后的步伐 在接发球的时候因为台内拧拉 我们是要采用 如果你是右手持板的话 我们要采用右腿去找这个接触球的点 如果我们是左手持拍 我们要用左腿上步去找这个持拍的这个点 那我们在上位以后 我们找到这个机球的点 反手拧拉非常好的就是 我们可以拉高点 我们可以拉下降点 我们也可以拉这个前期的点 包括拉这个下降中期的点 我们都可以拉 那我们就算是没有完全脚下到位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通过板头的摩擦 包括我们反手技术动作的摩擦 可以做到把球拉到对方的球台上 这个是现在这个反手拧拉 为什么要比反手台内调打 运用的更多一些的原因 那我们在做这个技术动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像刚才的这个球友提问一样 那我们有很多人就是觉得 这个动作只做了一半 那肯定是我们的脚下 包括我们眼睛的判断出现了问题 那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我们在上位的时候就没有给自己这个位置 包括我们在脚下移动的时候 我没有提前抢出这个 可以让我们拉开手去拉的时间 那我觉得呢 做了一半呢 其实也我认为也可以 就是只是我们把我们整个击球的动作缩小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反手的接触球 和球的这个板头和球的摩擦的一瞬间 如果我们能出现一个摩擦 包括击球的动作 那我认为这个反手拧拉呢 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了一半 如果我们脚下更充分的到位了 包括我们判断球更准确 我们可以更多的拉开手去拉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话 质量就会更高一些 对我们脚下啊 包括我们的判断 要看到这个球的落点 包括我们的脚下要先移动 我们在移动到位以后 对我们出手做这个拧拉的动作 这个拧拉呢 其实就是台内的一个小动作拧拉 完全没有完全拉开手 包括这个加质量 那我们通过最后你看这个接触球的一瞬间 其实通过板头的一个摩擦 也可以把球拉的非常长 包括弧线拉的非常好 那我们球手在这个反手拧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脚下一定是要先到位 尽量的不要出现同手同脚的情况 就是我们在脚下还没有到位的同时 我们手就已经出去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身体很难能控制住 我们出手的这一瞬间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呢 拉球的侧边呢 就可以把球的弧线更长的去延长 那这个技术动作呢 就会 我觉得会稍微的复杂一些 因为我们在拉球的这个侧步的时候 更多的我们的技术动作要往侧用力更多一些 所以呢 我建议一般球友呢 还是上来尽量的 先在出雪的时候 还是不要拉球的侧部 还是要把这个拉住球的中部中上部 因为我们的台内拧拉 就是没有更多的就把手沉到特别低 那我们就是一定是拉住球的中上部 通过从后往前的摩擦 就可以做到这个球拉的非常好 那如果说我们在出雪的时候 我们的板头可以往下稍微略掉一些 这样的话我们板头掉下来以后 更多的可以在拧拉的时候 我们这一下板头用用的更充分 我们接触球的面 包括我们的球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中上部 我们就可以更大一些 在反手拧拉的时候 如果可以找到高点 最后还是要找到高点 这样的话我们威胁会更大 再看一看 这个球上的也可以 再看一看 我们就先去看 我们下期待 exposed 我们下期待 感谢观看